2022年6月,新疆克拉玛伊这片静谧广袤的地方迎来了一个穿虎皮裙的不速之客。 他身形苗条,体长约为30公分,脸上长着黑、白、鹤的花斑。 虽然看上去呆头呆脑的,但私底下却是一个杀鼠不眨眼的魔头,一夜之间至少消灭2000只老鼠。 这究竟是什么物种?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省份,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地区。 新疆的自然环境十分复杂,有高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有些则是我们罕见的。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在新疆出现的不速之客, 它不仅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还能够对付一些人类的害敌、老鼠。 它就是平头鸽的小弟,虎幼。 虎幼又叫花地高,麻爱虎,属于幼科家族,是平头鸽蜜欢的近亲。 虎幼体型小巧,圆头圆脑,短腿长尾,成年也仅有40厘米,体重将近三斤, 虎幼的毛色有黑白相间、黄褐色、灰色等多种变化,有些还带有斑点或条纹。 虎幼原本分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是一种广泛适应不同环境的动物。 它们可以在森林、草原、沙漠、湿地等多种生境中生活。 虎幼也是一种善于迁徙的动物,它们会随着食物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活动范围。 据报道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一些原本生活在温带或寒带地区的动物开始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扩散。 虎幼是食肉动物,据说虎幼一天内能够消灭大量的老鼠,因此被誉为捕鼠先锋。 目前,虎幼主要栖息在海拔一千至一千三百米的沙丘之中,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和出色的繁殖能力。 虽然,其一年最多能产下八只幼崽,但由于种群规模依旧很小,虎幼仍然是稀有物种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蜜欢的事迹,它们外号平头鸽,性格冲动易怒,秉持着不服就打的理念,连狮子都不怕。 而作为蜜欢的表亲,虎幼也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角色。 虎幼的战斗力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虎幼表现出极其惊人的气场。 一旦遇到敌人,他会叙事待发,将全身毛发炸开,通过瞬间放大的形态来恐吓对手。 虎幼的攻击方式也十分残忍,直接撕咬敌人脑袋,然后用双爪抓住猎物前肢,将其迅速吞食。 尤其是他们的全齿,一口就能咬碎猎物的脑袋单凭这一项技能,就足以让他们名震江湖了。 此外,虎幼爪子也很锐利,指甲又长又硬,不仅可以撕开猎物的皮肤还十分擅长挖掘。 就算在荒漠中,也能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堪称神器。 此外,虎幼身手敏捷,可以快速地接近猎物,进行突袭式的攻击。 它们还具备高度发达的感知能力,嗅觉灵敏,听觉出色,可以追踪并捕捉猎物。 作为幼科动物,虎幼身体灵活,反应迅速,四肢修长,腿部肌肉发达,十分擅长短距离冲刺,一旦发现老鼠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上去。 最关键的是,虎幼还擅长偷袭,它们的脚底十分厚实,移动的时候悄无声息,完全可以在猎物没反应过来前,直接咬中其要害,行动能力极为惊人。 不仅如此,虎幼还是一种少见的拓形类动物,因此耐力极其出色,可以连续不停地急行数公里,这种耐力即便在幼科动物中也是佼佼者。 虎幼和臭幼,灵幼一样,肛门两侧有两个臭线,装满了淡黄色的分泌物。 其主要成分是二甲流米和丁流醇,味道奇臭无比,堪称生化武器。 所以,虎幼在面对强敌时,会把屁股对准敌人的脸,然后把分泌物倾泻出去。 如果敌人中招,轻则呕吐,窒息,重则直接晕厥,后果十分严重。 最可怕的是,虎幼还会用放屁的方式进行捕猎,它们会把分泌物释放到老鼠的巢穴中,将老鼠从洞里熏出来,据说这种捕食方式效率极高。 和其他幼科动物不同,虎幼因为气候原因,到了冬季就会选择冬眠。 但为了抵抗寒冬,虎幼在冬眠前必须大量进食,食物主要包括沙鼠,赫加鼠等各种鼠类。 值得一提的是,虎幼除了吃老鼠,还会爬树掏鸟窝,而且擅长挖掘。 经常以挖洞的方式大规模捕食老鼠,据说曾创下一天端掉十几窝沙鼠的记录,被当地农民称为沙漠警察。 另外,虎幼还是一个伪装大师,它们的皮肤和荒漠天然契合,隐身能力极强,普通动物根本无法分辨。 这极大的提高了虎幼的捕食效率,让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鼠杀手。 其实,虎幼的繁殖能力很强,每胎可以产下四至八个幼崽。 但可惜的是,它们的幼崽存活率非常低,因为雄性虎幼一旦完成交配就会直接离开,只留下雌虎幼独自喂养幼崽。 最关键的是,雌性虎幼养育孩子的能力并不强,而且幼崽出生两个月后就会被赶走,让它们在野外独自生活,导致小虎幼纷纷夭折,所以虎幼的数量才会如此稀少。 此外,人类的活动也导致虎幼越来越少,虽然它们生活在荒漠,但这些荒漠非常靠近人类的聚居地,因此经常遭到破坏,所以种群数量一直无法提升。 虎幼生活的地区气候都比较寒冷,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以及中西部地区。 这些地方气候干冷,农作物也不像南方那么容易栽种,尤其是在农耕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 然而,这些拥有着大片平坦土地的地方,又是许多镊齿类的快乐老家。 以各种老鼠、土拨鼠为代表,这些小动物在地面下挖出四同八达的洞穴。 以植物根莖为食,靠温暖的地穴躲避严寒生儿育女,却让荒漠草原上许多植物遭了大难。 在人类大面积种植农作物之后,遭受鼠患的就变成了农民朋友们。 这些鼠类几乎每天都要吃掉接近自身体中五分之一的食物,农作物的幼苗。 根莖、果实全都是它们的盘中美食。 还有,它们挖出来的地洞同样是危害,会严重破坏草原上植被的根系,直接造成牲畜的口粮减少,影响整体畜牧业的收入。 大自然是公平的,讲究万物相生相克,每种动物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克星。 比如猫和老鼠,蛇和蛇旧,虎幼也不例外,它们最大的克星就是天空中的老鹰。 老鹰是一种极其凶猛的飞禽,也是天空之王,更是所有中小型哺乳动物的天敌。 无论狐狸,虎幼,甚至连土狼,都是在它们的食谱上凶残无比。 此外,生活在荒漠中的荒漠狼也是虎幼的天敌,它们体型是虎幼的好几倍。 而且,牙尖嘴利,速度飞快,还是群居动物,生活区域也和虎幼发生重叠。 因此,两者经常发生冲突,当然胜利的基本都是荒漠狼。 虎幼作为平头歌蜜欢的近亲,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还具备稀有性。 其勇猛的气质,高效的捕食能力以及对生态平衡的贡献,使其在动物王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人类的活动和虎幼繁殖特性的制约,使其数量稀少。 虎幼的罕见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外貌和强大的战斗能力, 使其成为动物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虎幼的生存状况却引起了人们的关切。 因为全球气候的变化和栖息地的减少,加上人类大量的使用老鼠药, 导致在短短的十年间,全世界虎幼的数量少了近三成。 其中最严重的是欧洲部分地区,其种群数量呈现大幅下降。 在200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不得不将其列入宾微物种红色明露, 成为异为动物。 面对物种稀少的困境,人类应当采取行动,保护这一宝贵的生物资源。 为了保护虎幼,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当加强对虎幼栖息地的保护。 荒漠环境是虎幼生存的基石, 因此需要制定严格的保护政策, 限制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的侵蚀, 确保其生存环境的稳定和完整。 其次,应当开展科学研究, 深入了解虎幼的生态习性、繁殖规律等, 为其保护和繁育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社会也应当对虎幼的保护做出贡献。 我们也要加强宣传和教育, 增强公众对虎幼的了解和认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宝贵的物种, 共同维护生态平衡。 虎幼在新疆是一种外来物种, 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有着复杂的影响。 因此,在管理虎幼时, 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监测, 应该对虎幼在新疆的分布、数量、 活动规律等进行科学监测, 了解它们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的影响, 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有效利用, 应该充分利用虎幼的优势, 如捕食老鼠等害虫, 保护农作物和人类健康。 严格保护, 应该尊重虎幼的生命权利, 避免对它们进行不必要的伤害或虐待。 同时, 也应该保护虎幼的原产地和原生态环境, 维护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平衡。 综上所述, 在管理虎幼时, 应该遵循科学监测, 合理控制, 有效利用, 严格保护等原则,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